东汉王朝王于220年曹丕篡汉称帝 但由于科普达人罗冠忠的帮助 三国演义家喻户晓 中国老百姓估计没有人不知道 东汉从汉林帝死后基本就被架空了 汉林帝死之后发生了和静被宦官刺杀 西元八孝卫又反过来杀了宦官 最后董卓进京 东汉王朝高层彻底失去了权力 实际上此时的东汉朝廷并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 他唯一翻身的机会就是王允杀董卓后的权力转移期 然而这个最后的机会葬送在了王允和吕布这对稀烂的组合上 王允在三国制里面都没有利传 但个人觉得这应该是王允事迹实在是太少 西末如今的陈寿懒得给他利传 不过这并不代表王允没有实力 王允侧杀董卓 这绝对是一件大事 根据三国制记载 王允是孙瑞和吕布三人和谋杀了董卓 虽然三国演义里面写得很精彩 但实际上王允说服吕布刺杀董卓非常有偶然性 如果吕布稍微再坚定一点 这件事都不太可能成功 王允并不是一个老谋深算 有大局观的人物 他在东汉朝廷更多是个行政官僚 所以这样的人掌控了中央在东汉那个乱局下是非常危险的 此时的东汉朝廷用危机四伏来形容绝对不为过 然而此时的王允并没有兢兢业业 如履薄冰的工作开始狂妄自大了起来 由于刺杀了董卓之后 王允一下子成了东汉的掌舵人 官职也从司徒升为了上书令 王允开始被胜利和空前的权力冲昏了头脑 他做的第一件混蛋事就是杀蔡庸 蔡庸就是蔡文姬的父亲 东汉时期的书法家和文学家 蔡庸虽然被董卓招来当官 还从季九一路升到了左中郎 但蔡庸终究只是一个文人 政治立场这些事 他基本不怎么参与 然而王允仅仅因为蔡庸感叹董卓的死要被处死 此时的王公大臣都为蔡庸求情 蔡庸本人也表示愿意当一个老百姓 继续编写史书 不过王允非要杀了蔡庸 可见此时的王允彻底飘了 王允不仅仅是飘了 还错误地评估了自己的能力 如果问你刺杀董卓谁的功劳最大 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让很多人纠结 到底是王允还是吕布呢 想答貂蝉的等会 貂蝉是个工具人 三国治理是没有的 这个纠结也是正常的 王允是整个刺杀董卓事件的主谋 如果说他的功劳大 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正如我们上门所说的 刺杀董卓的执行人是吕布 而不是王允 刺杀董卓的进谋 谁都可以想可以谋划 但是只有吕布能够做到 从这个角度想的话 吕布才是最为关键的人物 董卓倒台和历史众多政变都不一样 因为王允自身并没有足够的实力 我们回想一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 就能发现其中的差距在哪里了 正是由于王允本身没有什么实力 他的党羽也都是三流大臣 所以王允在取得朝廷中央控制权之后 最应该做的就是吸收董卓旧势力 恢复中央实力 而董卓手里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西梁军 西梁军可以说是东汉末年最为强悍的一支部队 关东诸侯联军之所以群巡不前 除了内部一盘散沙之外 西梁军强悍的战斗力是一个主要原因 当初曹操孤军深入被殿后的徐荣军击败 就可以看出西梁军到底多强悍了 如果东汉王朝能够掌控西梁军 那王允就是第二个董卓 虽然此时的东汉地方早也被豪强掌控 但一支强大的中央军 还是能延长东汉王朝的寿命 所以如何处理西梁军成了王允 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 处理西梁军最高明的办法 就是为首者惩处 其他人不问 西梁军跟着董卓干 可以说是稀里糊涂 何静宇元少让董卓进京 这本身就是黄命 董卓当上太师后 他的命令也可以认为是黄命 董卓死后王允的命令 也可以认为是黄命 当时天下混沌 没有人能预见到未来的三国鼎立 曹操和元少还不成气候 这个时候王允派一名得力干将 稳定西梁军军心 绝对可以将这支部队掌控在手里 对于处理西梁军的问题 吕布等人也积极建议王允 尽快安抚为自己所用 吕布本就是董卓阵营的重要将领 他既然能提出这个意见 说明西梁军的确是被利用的 但王允最后决定潜散西梁军 折成了王允迅速败王的主要原因 王允之所以潜散西梁军 一个是他狂妄自大 另一个是手下确实没有能人 王允在决定潜散西梁军的时候 给出的解释是关东义军都是自己人 王允实在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 董卓在的时候 王允与关东义军可以内外联络 但如今董卓都没有了 袁绍曹操这些人哪个不比王允心思缜密 当初义军逃懂都是一盘散沙 如今就更不用说了 王允认为潜散西梁军可以取信于义军 这本就不太现实 而王允另一个难题 就是派谁去统领西梁军 王允的主要盟友就是吕布 宋义 王红 宋义 王红能力还不如王允 根本派不上用场 吕布虽然是武将 但此人勇武有余谋略不足 很难镇住西梁军 而且王允本来就认为自己功劳最大 怎么可以再让吕布立功超过自己 正是以上原因 王允下了潜散西梁军的命令 这个命令让王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这个命令也让东汉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当潜散的命令传到梁州的时候 就变成了朝廷要把梁州人全部杀光 本来稀里糊涂 手足无措的梁州兵们 顿时群情激愤 接下来的事 罗冠中已经给我们说过了 西梁军将领李爵 在贾许的建议下 联合郭四 张继等人攻入长安 本来几千人的部队到达长安的时候 已经十几万 最终吕布败逃 王允伸手异处 这几个五人彻底将东汉最后一丝颜面 踩到了脚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